国内AZ疫苗在开打之后 第一天是有1578位的医护人员接种 有一名北部的医护人员在接种之后出现了发烧症状 指挥中心说明 这属于非严重不良事件通报 而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在22号晚上发烧了 卫福部长陈时中在22号接种AZ疫苗 他说打完之后感觉背部有点酸酸的 到了22号晚间还轻微发烧 陈时中说这是接种疫苗的正常反应 要平常心面对 第一天接种疫苗的人数大约是1578人 陈时中说希望能够再快一点 指挥中心也公布 目前只有一个人出现不良反应 另外今年7月准备前往日本参加东京奥运的选手 也从23号开始打疫苗 共有10位选手完成接种 其中包括19岁的网球选手曾俊欣 日前上海传出有台湾输出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经过指挥中心调查发现 是先前国内确诊案954、998、999等人的同船船员 本来就列为居家隔离 检疫期满检验为阴性 出境到上海又验出阳性 估计是感染很久的时阴时阳状态 不是新确诊个案 记者赖淑敏 张龙翔 沙烟起无奇昌台北报道